关于肾根剂这一块有很多朋友啊 往往归能错啊 搞不明白到底 这个肾根剂这么多我们怎么去选呢 实际上无论你是做土壤栽培还是做无土栽培啊 采用这个肾根剂啊 是贯穿到整个生理期的 一般强制肾根类的 就是调解生长类的肾根剂呢 一般是银朵家族的比较多一点 银朵类的啊 好比银朵顶酸啊 银朵乙酸啊 好比银朵顶酸 一般和耐乙酸复配的一个 这个常见的一个肾根基比较多一点 但是这个肾根基呢 主要是用在这个园林上啊 苗木花卉上去 我们可以尽量看到啊 这个园艺师傅啊 他们做千叉的时候啊 往往会采用银朵顶酸 和耐乙酸复配的啊 这样一个肾根基做千叉 因为这个棚分的肾根基呢 它主要是刺激生骨根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用到 我们刮骨类的 肾源去疗形状下 一般第一次用可以啊 以后在第二次第三次的 这个配方就不能去用了 第一次呢 可以促进这个根基下扎 所以说呢 这个银朵顶酸和耐乙酸 这个复配的肾根基呢 一般建议情况下 就是你如果用了情况下 就是啊 就刚刚三万米刀的时候去用 正常的话尽量别用啊 或者是整个生育就别用啊 另外一个就是 银朵乙酸和蚩梅酸 和云台素内质复配的啊 就是我们常说那个 这个壁后能配方的一个啊 这个是可以刺激这个毛根生长的 而对于我们这个 这个前果类作物种植这些话 一般啊 主要是为了实际上生长这个毛根啊 主根这些话 因为主根要求不是很高 因为并且的作物啊 都有向下扎主根的一个习性啊 根系往下扎的一个习性啊 所以说呢啊 生毛根刺激毛根这些话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在生根这些话情况下 云多顶酸云多乙酸 这样的配方的话 应该怎么去用啊 就是刚才我说的 做行这样的一个规律 去使用就行了 我说这些车都不在用啊 我也会想到